针对美联邦众议院近日通过所谓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要求美国务卿废除美台交往相关限制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冯莲敦促美国履行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某些人推动的涉台议案严重违反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行为准则 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 我们敦促美国国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履行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 立即停止审议有关议案